來小天照顧 KID林博盛以團體Circus走紅 敢說敢玩的風格 讓他成為綜藝常客 深受粉絲喜愛 近日他也接棒主持 大學生了沒 暑假時段 坦驗這讓他壓力好大 所以屁股的問題是會噴血 是因為你壓力太大 就是記者用很專業的口吻問我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 然後 對 因為其實之前 不太會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也是因為 最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然後就變得現在 身體可能有點危一樣 我已經做好 就是完全的準備 準備被炮紅 準備被 就是一些酸民的這個攻擊 OK的 畢竟擅長外景節目的KID 面對棚內初體驗主持 又是接棒 陶晶瑩 阿K 和納豆三位大咖 我想酸民們 還是手下留情吧 那對於日後 還有什麼想要挑戰的呢 當然是拍偶像劇啊 你不覺得你現在在訪問偶像這件事情嗎 有 對 就是我當然會很想要進軍偶像劇這件事情 然後電影圈 對 因為 長得那麼像余文樂 怎麼可能不被電影圈挖角 你知道 好啦好啦 不鬧了 說到大學生 現在有這麼多妹 你的另外一半 會不會擔心呢 製作人有在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他前面五集都沒有發妹 他前面都給我發一些什麼變裝皇后 然後一些什麼雞肉男 這些來賓來 我都有點快要生氣了